嗨 大家好 我是Patrick 这期视频其实又是一期闲聊视频 这期视频想跟大家聊点什么 我觉得就是有几个大家一直会问的 大家的误区我可能跟大家聊一下 很多事情可能不是大家想的那样 大家可能对比如说香港的身份 比如说对香港的发展 香港的生活环境有一定的了解 但是可能这个了解不是很全面 或者是有一些主观的成分 这期我们就这几个话题我们就聊一下 首先是关于香港优才 很多朋友就会问我说 那香港优才是不是只要我过线 我就可以拿到这个身份 或者是我的分数只要 比如说已经达到了100分 我就可以拿到这个身份 然后还有人问我说我的学历不够 但是我其他的分数很高 是不是我也可以拿香港身份 或者甚至今天有个朋友说 他是广州人 虽然他的学历不高 但他是不是因为他是广州人 有没有什么优势之类的 其实香港优才 它是有一个明确打分系统的 这个我其实有专门做一期视频讲 它打分系统的构成 怎么去申请这个视频 大家也可以去翻着看一下 香港的优才过线是最低的标准 那如果你过线的话 你就可以去申请优才计划 然后理论上来讲 如果你只要过了分数线的话 香港的入境处就会接收你这一份档案 就会给你一个档案编号 也就是说你是在等待的这个池子里面 但是是不是香港优才过线 就意味着你可以被获批呢 其实首先香港的优才的名额是每年是比较少的 虽然这两年香港的优才没有鲜明 但是我其实上一期也分析过这个优才一季度的通过的比例 其实它的比例还是相对比较低的 它还是有非常严格的标准的 虽然它这两年增加了很多加分项 比如说是名校啊 比如说世界500强啊 比如说是上市公司啊 还有比如说是你是人才清单的人才啊 其实都会有相应的加分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优才的这个申请难度变低了 或者说并不意味着优才变简单了 因为大家没有发现 它所有的额外的加分项都是定向了吗 都是针对于它更偏向于的那一类的人而进行的加分 这也起到了一定的这种引导的作用 结果导致这个结果就会偏向那几类人 他们的通过的概率更高 那如果整体的概率不变 有一类人通过的概率变高的话 其实整体来讲大家的通过申请的概率是变低的 所以说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讲 优才没有变得更简单 其实它是变得更难了 我其实现在可以这么说 优才今年和明年啊 甚至以后它都会变得更难了 因为它变得更加的有倾向性 再一个就是分数的问题啊 虽然我们不能为分数论 我之前其实也聊过 优才不是一个绝对的按照分数来筛选人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它是case by case 人工筛选 人工审核 看你是不是符合香港发展要求的一些人才 他才会决定要不要通过你的审核 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那首先分数低的话 其实在一定程度来讲 你的优势是小于分数高的那些朋友的 因为它的打分系统已经随着这几年的变化 变得越来越科学 变得越来越有倾向性 所以说分数在一定程度上也证明了问题 而且我们看一下整体的分数的这个比例啊 我今年看过一个数据就是120分以下获批的比例 占总体的比例今年2023年到现在为止 这个120分以下获批的比例占总体获批的比例不超过30% 我做过去年跟前年的这个比例分析 忘了这个数据具体是什么 但是大概也是这样的一个比例 也就是说你如果分数超过了120分以上的话 你在整体的通过的比例里面是会超过70%的 所以说分数虽然不能证明一切 但是在某一定程度上也证明了你申请的难易程度 还有一点就是分数与分数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有些人是通过名企加分 有些人通过人才清单 有些人通过世界500强 有些人是通过自己的这个背景 比如说是学历或者是比较好的这个工作经验 甚至是管理层经验 但有的朋友可能是通过自己的配偶 然后通过自己的小孩来加分 这些分数其实是一个比较基础的分数 我觉得分数跟分数的含金量是不一样的 可能你在这个地方加的20分 跟他在另一个方向加的20分相比 那入境处可能就会优先考虑到 他在那20分的含金量 来导致可能最后筛选的人是他 而不是你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 所以说即使大家是同分的情况下 也不一定说你们就有相同的概率 这个入境处的筛选 毕竟还是case by case 一个一个案子去审核的 所以这点也就引导了下一个关于优才的话题 就是复广计划书到底重不重要 我觉得其实整个申请的材料里面 最核心的就是你的复广计划书 因为这个复广计划书 它凝结了你所有的背景经验 以及你的愿景来让香港政府来判断 你到底是不是符合他的人才 或者是你是不是有足够强的意愿和能力 来香港发展 以及你到底适不适合在香港发展 由此可以作为他判定的一个标准 所以说大家不要觉得 复港计划书我随便写一写就好了 或者是复港计划书 我在网上看到别人的模板 我照着模板套一套就可以了 如果是很多人都在使用同样的一个模板的话 那个入境处一定会看到过很多份相同的 或者是雷同的内容 那你在真诚性这一点和真实性上 其实就已经打了折扣了 第二是如果你套别人的模板去写的话 你怎样突出你的独特性和你的背景的优势呢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复港计划 大家还是要好好写一下 一定要重视起来 那说完了优才 我们聊一下高才 因为其实很多朋友都会把高才当做一个 跟优才一样的签证 其实从拿到的这个效率来讲 其实高才是要好于优才的 在同样的时间申请的话 其实高才会比优才提前拿到半年甚至以上的时间 那这点是高才的优势 但高才的劣势就在于 它的审核要求是跟专才是一样的 它必须要求你在香港有符合你背景的工作 这个是没有的商量的 这点跟优才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我觉得优才的优势就在于 即使你在申请续签的时候 你在那一刻你没有完全符合入境处的要求 但是你告诉他 或者是你表现出你在做这方面的努力 你在努力的找工作 努力的把全家的生活什么都搬到香港来 这个是可以商量和讨论 那在入境处那里之前 我看到的情况就是 这个都是可以通融的 也就是说你即使有一次 甚至是两次 你不符合这个要求的话 其实他也是可以帮你续签的 但是高材是非常的严格的 那我也做一个纯粹基于我自己的一个判断和分析 我感觉可能两年之后拿到高材的朋友 在续签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面临一个非常痛苦和非常麻烦的一个情况 甚至有很多朋友 这个比例可能还会很大 都会面临着断签的情况 这个也是大家可能要注意和提早准备的一个内容 不要觉得我只要拿到签证就一定可以续签 这个是大家的一个误区 那第三个误区呢 就是很多人可能上来就会问我的一句话 就说香港的收入肯定很高 然后因为香港的消费又高 房租又高 所以说香港的收入肯定很高 那我记得我之前的邻居 我回去的时候邻居见我第一句话 就你在香港工作 那你肯定年薪百万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误区 首先我没有年薪百万还差得远 第二是 其实香港的收入也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高 其实大家在北京和上海 深圳这些城市发展的话 如果你在一个行业里面发展的时间比较长 然后如果你的发展是比较好的 甚至你会发现你的收入比同样的在香港的收入是高的 这个都是有可能的 大家所谓看到香港的收入比较高 是因为可能大家觉得 我看茶餐厅里面招聘的洗碗工都要一万五多少钱 还有人那天跟我说什么 香港的洗碗工一个月收入三万 肯定没有三万的 包括大家会说我在香港送餐 最近不是有什么美团来香港了之后 说什么月薪可以达到三万到三万五 所以说香港的收入是不是非常非常高 首先香港的平均收入是相比于内地的城市是要高的 比如说深圳的平均收入可能是八千 香港可能要两万两万二 这个收入是相对比较高的 其实很多朋友 如果你在香港工作过一段时间 你的收入肯定是会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平 但是也不能证明所有的人收入都很高 我们看到那些所谓即使体力劳动者他们的收入也很高的情况是因为在香港包括在其他的很多地方 体力劳动者或者是蓝领他们的收入本来就是很高的 因为人工会比较高 人工是有更多的这个value的在这些地方都是这样的 之所以大家认为香港的收入比较高是因为可能某一些行业比如金融行业 比如说是律师医生 还有像学校的教师或者是公务员可能他们的收入都是比较高的 但是整体来讲大家的收入水平还是在一个相对比较中间的一个水平 比如说我之前看到的一个数据这个数据不一定准确 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下资料 好像说香港的平均收入是两万二还是多少 这个有了解详细数据的朋友可以帮我进行一下补充 从这个收入标准来看 其实大多数人的收入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高 我上一期其实也分析过香港的专才他们的收入的分布 其实上一期我也讲了60%以上的人通过专才来香港的发展的朋友 他们的收入是低于4万的 所以说这个数据可能跟大家想象中的数据是有一定差距的 这也是大家可能要去认清和纠正的一个误区 第四个大家对香港很严重的误区就是觉得香港的住宿条件非常的不堪 我曾经多次抱怨说香港的住宿条件很差很挤很小 但是有很多人会把它形容成非常的打引号的不堪 会说大部分人都住在汤房里边都住在鸽子笼里边怎么怎么样 当然也会被各种各样的自媒体或者新闻报道给误导 给大家看一个官方的数据 截止到2021年的数据 全香港一共有9.2万户居住在汤房 他们人均的居住面积是6.6平方米 香港一共有720万人 那9.2万户我们假设它平均每户平均有两个人的话 那整体占香港人数的比例也没有超过3% 所以说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但是这个比例是非常非常小的 那第二个就是公屋 其实香港有很多人是住在公屋里边 我看到2023年香港房屋署的数据是 全香港一共有211万人住在香港的公屋里边 当然还有一部分是住在居屋里边 这个数据比例是比较大的 但是这个公屋的申请是有一定的标准的 而我们作为新来港的人士 大部分是不符合这个要求的 所以说这个可能跟我们也没有太多的关系 而且公屋的居住条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差 而且公屋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就是它的租金超级超级便宜 但是这个可能跟我们的关系也不大 所以大多数的朋友来香港还是要租房子 大家如果来香港租房子的话 我相信大多数情况下 你第一次去看房 你的印象绝对会跟你想象中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肯定会有所改观 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的恐怖 没有那么的痛苦 可能甚至也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贵 香港的房子其实普遍都偏小 但是有几个特点 虽然它小有几个特点 就是第一 每一个房间都很小 所以说你听到了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居住面积 比如说只有40平 你以为40平在内地只能住一房 甚至是一个单间 但是香港可以做成两房 甚至两房加饭厅 然后加厨房加卫生间 加起来40平 这个都是有可能的 因为首先香港的房间利用率是比较高的 它的每一个房间都比较小 所以说同样的面积 它可以多做出来一个到两个房间 这个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香港的面积 它是实用面积 它不是我们内地经常看的建筑面积 如果我说40平是实用面积的话 如果按照内地的得房率是70% 80%这样的数据去换算一下的话 其实40平的房子在内地相当于50平 甚至55平到60平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大家要有这样的一个思维的转换 第三是其实很多比较新的小区 特别是九龙 新建那边比较新的小区 大型的那些物院 虽然房子比较小 但是他们的小区的物业和配套设施是比较好的 有游泳池 有健身房 甚至还有一些会所之类的 其实这些设施呢 也是对于大家这种居住面积相对比较小的一个补偿 而且这个居住还是相对比较方便的 很多房子都是有这个地铁上盖的啊 大家去哪个其他地方去工作也好 出去玩也好 这个交通还是相对比较顺畅比较方便的 那我可以大概跟大家一个非常非常粗略的一个计算房租的方法 这个是我在香港的这个统计年间上看到的一个每个区的平均值 港岛区的话 其实大家可以按照你想租住的这个面积乘以450块一平这个面积去乘一下 大概就是你的租房的这个均价 然后九龙的话 大家可以按照350块左右的这个去乘你的面积 然后在新界的话 大家可以用270到300这个数据去乘 但是这个数据是非常非常笼统的 因为每一个区啊 比如说港岛分了很多地方 可能每一个地方上环呢 湾仔啊 这个数据都不一样 每个地方的价格都不一样 然后新旧程度不一样 跟你的这个地铁的远近程度不一样 每一个都是有差别 但是大家可以笼统的这样去算一下 大家可以大概算一下 比如说你想租一个50平的房子 你在九龙大概可能需要多少钱 你一乘就行了 港岛的话用450块一平去乘 然后九龙大概可以用350 然后新界的话 大概可以用300到270之间 去算一个数据 有一个大概的印象 然后关于租房的其他的一些 具体的房屋的这个价格呀 面积呀 内部的一些情况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我可能后续也会想想办法 看看有没有什么 可以给大家一个更直观的 这个印象的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给我留言 我觉得合适的时候 我会给大家做这样的视频 好吧 那今天就跟大家大概聊一下 关于我最近收到了一些 大家对香港的一些误区 不管是优财啊 高财啊 收入啊 还有居住啊 这些误区 可能以我自己的见解 跟大家做一下分享 那可能分享的视角也会有所偏颇 如果大家有一些补充的话 欢迎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好吧 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欢迎大家关注评论 点赞和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